Hello,大家好,我是Carrie,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和大家來到一個蓬佛發展中的地區 去看一個即將落成交樓 然後有很多選擇的一個大樓 之前和大家分享樓花新樓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要說是現在去買幾年之後 可能說是五、六年、六、七年之後才落成的樓盤 否則就已經一早被人買了 好像沒有一個選擇 因為溫哥華其實很少有一個發展商 會是在建好這座建築的時候 那座樓還未開始發售 我們這次就遇到一個這樣的樓盤 我們的位置其實就是North Road North Road的Low Hit 站那邊 我去大家看到有個尖頂的位置 其實就是站的Sky Chain Station 我旁邊是North Road 這個樓盤的發展商是Shape 也是大型發展商 本身這個樓盤也是Master Scale 現在第一期其實它已經建好四座樓 Tower 1和Tower 2就是裡面的那兩座 是Residential Building 一座已經賣光了 我記得一兩年前 Carrie也有拍過片和大家分享的 當時還有一些尾盤 然後這一座樓就是Tower 3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它整座樓已經進入基本上是員工的階段 說到接下來七月份就有OP 大家看到下面這些TD Bank 後面好像有CIBC 有Price Smart Supermarket 都會在接下來一年內陸續開放 可以去營業 上面這座樓總共37層樓高 有37樓是Pent House 有氣喘 36樓是10Pent House 35樓樓下大住宅 有特色單位 由一房去到兩房加釘 三房都有 三房屬於少數 這座樓很快到可以拿出來賣 它有分了兩個階段 一個是有公開發售的階段 到時可能大家去到七月有OP 就已經可以walk in 未必可以看到單位的選擇 Carrie今天這條片跟大家分享的 是一個pre-launch 比較秘密暗碳 你怎樣形容它都可以 去寫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因為未有OP 所以我們未可以實質上 上到哪一座樓 哪一個單位去看 但亦是因為這樣 發展商給了一個優惠 這個優惠也挺厲害的 很少在Shape的樓盤可以看到 基本上等於三萬多元 到六萬元左右的優惠 其實是一個送GST的promotion 即是說大家 稍後我會和大家分享價錢 我說的Uniprice的價錢 可以除回1.05 才是實質它的Uniprice 因為你在收樓的時候 你住在 brand new 但就不用被GST了 好 咦 這個位置是否真的可以上來的 哇 身體不太行 我和大家一邊說 然後上那幾條樓梯 我已經很囂張了 回一回氣才看 因為今天很熱 我們現在走到這邊 下面就是馬路 前面North Road 這個有Skytrain 我記得上一次和大家分享 隔壁的影片都說過 Low Hit 這個站 如果比起上面的Burkwitlam 第一它會多很多生活便利設施 我們的後面就是Low Hit 然後再後一點 就會是Cameron Community Center 就是文如康樂設施中心 什麼都有 這邊除了配套之外 它其實是兩條Skytrain Explot Line 和Millenium Line的交界 這邊就是Tower 3的一個entrance 大家可以在下面走上來 亦可以在中間North Road 其實也有一條車路可以進來 現在這個還未完結 應該也慢慢進入7月 會慢慢完結的階段 我們現在看看它起成怎樣 不知道怎麼看 它這裡很暢 先安裝一下 我安裝過了 頂樓好像已經結束了 頂樓已經結束了 對 它應該快要進去拿OP了 這個位置其實不知道能不能進來 它都沒有位 沒有位 即是可以進來 這些都已經準備好了 看看 我裡面還有很多紙板 應該地板都鋪好了 順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旁邊後面的Tower 4 其實已經進入了 大家看到它有很多露台放了東西 這是Rental Tower 當初我經常都會面對客人問的一個問題 例如無論是Low Heat這邊 還是Burkrillum 還是Brandwood Metro Town 因為它不斷建很多樓盤 已經落成這麼多了 然後樓花又這麼多 每一個朋友都會問我 那麼多? 以後我買來投資 是不是真的租到? 有沒有那麼多人住? 我其實作為地產經紀 我也是一個消費者和投資者 我都會想這個問題 我都會去問有沒有 尤其當初我聽Shape說 整座拿出來租這麼多單位 如果這座有262個單位 這座也有200個 是否真的有這麼多人租呢? 答案是有的 我前幾天跟Shape的Leading Manager 我經常談過這座入住率 已經很高 差不多沒有單位剩下 而且租金差不多 房間是2700-2800 令我有點害怕 有沒有可能 我Brandwood的單位才租到2600 兩房是去到800多900呎的兩房 是去到3800 現在有室內部也租到2200-2300 我自己是嚇到的 當然我一定不會 你說我媽媽也有信 難道我真的想去Crake's List 我們平時做租務的網站 現在剛剛才檢查完 真的看到廣告在登上這個價錢 所以都挺驚訝 這邊整座可以租出去 有這麼多人居住 以及租金已經提升到這個級別 住在City of Lowheat的話 你的配套方便程度 我們現在進入內街 那邊外面就是North Road Skytrain的軌道 那邊是向東邊的 這一座我現在面向感 這座是Tower 1 Tower 1是住宅 Tower 2在前面是住宅 Tower 3 就是我們剛剛說 你整座會拿出來發售賣的那座 就是中間的Coling Road的位置 那座是Tower 3 就是靠更多外面North Road 如果你住在Tower 3的話 你要走進來就經過內停位 來到這裡就過一條馬路 我後面就是商場 其實都看到地面會有很多地鋪 譬如說這邊已經寫了 C.I.B.C. 6月12日 就會正式開始營業 剛剛我們在那邊的街口 都看到有T.D.Bank等等 我們看一看這邊 這裡已經是City of Lowheat的商場 進來這個商場 其實商場都很大面積 車兜也有整個圈 進來門口就有個麵包店 我剛才也進來這裡買了一杯咖啡 兜了一個圈 商場的觀感就比較老舊一點 舊一點 但是其實下面還有很多電話公司 大家過來新移民過來 你想要立即上台都已經可以搞定了 有Rogers 有Telis 有Freedom Freedom好像一般 然後這邊也有一些家具店 賣水晶 我剛剛就想跟大家說 看到這間應該是新開業的 這個在Richmond的朋友應該很熟悉 我們需要進去嗎 這些收納工具 好像一個大型的日本城類似 可能穿高檔一點 日本城 日本城 對 日本城 看完日本城 然後旁邊就有個Farm Market 當然這邊還有Walmart大一點的超級市場 大家在駕駛H Mart也很近 走路或者駕駛H Mart也可以有韓國超市 但近地走幾步 就這樣買點水果 買點蔬菜 其實都已經有個Kins Farm Market 我們以前都很喜歡在Farm Market賣東西 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Spa 大家可以過來做 哇 OK 我等一下可以做一個Spa 有點精神緊張 我現在太熱了 這裡前面就有個中餐 傳奇快餐 什麼 傳奇快餐 食快餐的 薯皮 然後那裡就是Walmart 這個商場也會有一個改建的規劃 不過這個就沒那麼快 它會逐步不同地方改建的 然後這邊就已經是Walmart了 Walmart好像大家看過就不進去了 Walmart這邊就有個Fitness World 下面是買衣服 然後有些果汁 可以買一個果汁 這個Foodcock是大約三四年前左右 我其實更新的 因為說過 它不會整個膜一起關掉 全部重新裝修 它就部份改建 這個已經是判製成品 因為其他地方都是舊一點 但裡面明顯看上去的裝潢 就是深淨一點 Modern一點 有多些裝飾 有些trees 也有不同的餐 有買漢堡包的 有泰式食物 也有這些 這個我不知道是Manchu是什麼 我聽Winnie有個朋友說 我聽說這個海南雞飯挺好吃的 一會兒有沒有機會試一下 很漂亮 應該是這個 Singapore Express 有些新加坡食物 我看見這些樹很漂亮 即是未走過進來 是啊 我一直以為這個Foodcock 都是那些Metro Town Metro Town style 那些舊舊地 剛才進來踏場看下 才發現OK 挺英俊的 吊燈 這邊更漂亮 有些落地玻璃 外面是一些樹 漂亮嗎 我覺得OK 例如落地玻璃 有些樹 我想夏天的樹再墨霧 會更漂亮 這裡有咖喱 然後對面有個Starbucks 周邊還有一圈的玻璃 偷光進來 令到這邊的感覺 設計感更漂亮 這個美食廣場有個名字 叫Iteries 繞到一圈這邊 就已經是The Bay了 剛剛說過 The Bay好像百貨公司那樣 三副鞋襪 家具 床單 皮套 毛巾 鞋 化妝品 什麼都有 好 我們剛剛在外面看完外景 回到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項目 實際上有什麼 價錢 然後下一步的 買的流程等等 其實我們很快去recap一下 The City of Low Heat 這條是North Road 其實它整個scale shape這個發展商起 整個project很大 它是一個很大的鎖 現在我們說的四棟樓 是藍色這邊 是冰山一角 還有十幾棟樓 會慢慢在以後的年份落成 它的商場都會逐步地改建 變成更新的建築 它是兩條線的交會處 跟大家看看大溫的sky train map Low Heat這個站的特別之處 尤其是大家會 compare Low Heat和Burkwitlam 因為它們同樣都是on North Road 然後有很多很多的樓盤 為什麼要選Low Heat 這個地位好一點 除了因為 City of Low Heat 本身在North Road的左邊 這裏是Burnaby 這裏是Coculum之外 它的sky train站都很方便 它直接連接了藍色Expo Line 可以去到Surri New West 可以去到Metro Town 可以去到Downtown 同樣地 它又不需要轉線 直接可以去到Brandwood 或者去Coculum 相對來說是一個很方便的交通交回處 它是一個分階段發售 然後又說是否VIP Realtor VIP Client 的一個發展商 它不會很想像其他發展商 例如康學 一個星期就賣光 它不是這樣 它是分批的 所以在第一個階段 現在正在做的 是比較大的優惠 一個就是Deposit Structure 這座樓 二百多個單位 會說是未來三個月左右 可以收樓 可以全身入住 全部可以選單位 第一批買的 其實會有Deposit 只是需要付3% 過了第一批之後 就會變成5% 另一個優惠 就是銀碼上的分別 現在所有Uniprice 會再做一個5%的GST優惠 不需要付GST 所以其實房單位 六十多萬 可以送三萬多元 如果大單位 例如一百萬的話 就差不多是五萬元 你再買一些Penhouse 特色單位 1200-1300呎 可能是六七萬左右 的一個incentive 送給大家 所以這個會是 今個發展商 在這個階段 做比較最大的優惠 而且因為那座樓 你是第一批去選擇 Option 樓層 方向都會比較多 好了 我們就入正題 我們看看Fall Plan 首先我們第一個 從小開始看電影 這個就是Fall Height 一房單位 其實先看看Fall Play 我們看到15-31樓 都會大約一梯 是八個單位 01-03-07都會比較小的一房單位 05就是一個中型 800尺不到的兩房單位 其他這些都是900尺左右 或以上的corner 兩房或兩房間 我們先看看03這個向北的單位 這個單位是一個很典型的一房設計 538尺 門口進來 這邊就是廚房 Island坐兩個人 dining living room 入睡房之後 經過walking closet 又可以出洗手間 客廳也可以去洗手間 特色是side by side washer dryer 我們之前好像有拍過 我記得拍過一個一模一樣的單位 就是在amazing brandwood 46樓 我還記得 差不多一年之前 現樓單位向南 我記得 一模一樣的積感 大家可以參考 好像這樣的一房單位 它的價錢 暫時定價是60萬宗 即65萬、66萬左右 這個價錢就是剛剛提及 第一批買的話 裡面是包買GST 所以你65萬除了1.05 這個5%GST去到的話 其實兩三萬左右就買到 下一批去買的 未必會再有5%GST discount 下一批買的話 就算它不加價 同樣價錢65萬 你還要多給GST 買單就變了68萬 然後我們看看量房單位 剛剛說了 它有一個比較小的量房 就是780呎的室內面積 這是向東的單位 向東其實現在會有一點點景觀 因為向東是North Road 對面有一座矮矮的樓 遠一點就是Golf Corsa和樹 所以向東會有一點景觀 這個單位的特別或者特色 它是兩房兩次 不過為什麼會叫它細兩房 因為它除了主人房是市政之外 另外兩房是大的 不過也有大衣櫃 但沒有窗 不過裡面會有通風 所以也是可以睡覺的 不過就沒有窗 這隻積的話 現在780呎 測試價錢是Pi800 即是90萬不到 你當它是88萬 87萬那些價錢 這個價錢也是一樣 包了GST 所以你減回GST 其實就可能是84-85萬左右 大一點的 兩間房都有窗的話 就會去到八百幾九百尺 譬如我舉例 這個是東南角的這個單位 現在東邊開放 南邊開放 但其實南邊的這個套館下面 還有一個套館也是另一個發展商的 將來會有起樓的可能 現在暫時沒有任何的計劃 這個單位的話 大家就會看到它大一點 八百九十一呎 兩間房間是分開的 主人房就收在這裡 這裡是客飯廳 然後有一個Nook 書桌位 有一個Washer Dryer 有衣櫃門口 還有一個椅 第二間房間就是這裡 接近九百尺的單位的話 價錢應該是一百萬不到的 如果減回GST 其實unit price 是九十四、九十五萬左右 相對來說 在現在這個階段 我覺得是比較划算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City of Low Heat 很適合那些 大家是徘徊在Brandwood Matchel Town也不錯 但又覺得那些單位太小 兩房間可能七百多八百尺 想住大一點住到九百尺 可以考慮搬過來 這邊就有一個大一點的生活空間 多於釘 現在還有一個更大的 九百七十六呎 這個門口進來已經有很多空間 有大衣櫃 其中一個單位 有很多儲物衣櫃空間 這個客房間有很多儲物衣櫃空間 這個釘簡直是可以睡覺的 是一個可以放床的釘 不過沒有櫃 有通風 有櫃 然後主人房在這裡 整套 一個這樣的單位 九百七十六呎 其實都會過了一百尺 減了GST又便宜一點 當大家買到一百尺 優惠就多於五萬元 Tower 3的這座樓 是整個西方的東南角 它的北邊和西邊 其實都分別有Tower 4和Tower 2 所以這兩個角落沒有什麼景觀可言 除非是西方最下面的單位 可能是低一點會穿透過的景觀 否則通常是東邊和南邊的景觀 會比較好一點 當然因為這個City of Low Heat 又好 North Road兩邊 加上Skytrain附近 是一個重點發展區域 將來這些吉的Lock 全部都有起樓的可能 但現在是未知何時 未有發售的項目 但如果大家最後看中的 是一些特色單位 其實到33樓以上 向北那邊 就會高過前面的Tower 4 Tower 4比較矮 所以其實34、35、36、37 這四層我們看到 其實它是可以超過Tower 4 看到遠處的山景 好像這個 基本上是全場其中一個 最大的特色單位 CC1 Plant 三房加釘 1270多呎的室內面積 露台有2個 390呎 門口一進來 這邊就是廚房、主食區 和第三間房間 加上書房 然後這裏就是主人房最入 主人房的特色就是很大很闊 有三片玻璃 有Balcony door之餘 你還有一個大的walk-in closet 和一個5 piece的洗手間 你由Shower tub到浴缸都有 還有Double sink 基本上可以說 是整座樓最靚仔的單位 它是去到33、34、35樓和32樓都有 再上去36、37樓 就已經是Penhouse Unit 好像這類大型的單位 例如三房、特色單位 或者二樓的平台單位 屬於這個樓盤裡比較少數的單位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要提早一點 如果到後期可能很快便會被人買 這座樓剛才提到的交樓期 預期是兩、三個月以內 因為七月已經有occupancy permit 即是已經有入住證 可以讓大家簽入 管理費大概六毫二左右一呎 有冷氣的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現在五月已經進入了很熱的時間 不知為何今年的熱下來那麼早 Calgary那邊簡直是關火 我覺得很不怕 前陣子我們香港回來 機仔爸爸媽媽和妹妹過來玩 我們就順便一起去Bank 玩一圈 當時我們還在想 好像來得太早了 那些樓全部都是冰樓 好像沒有綠色樓體 早知叫爸爸媽媽 可能多一個多月來 可能那些樓綠色就很漂亮 幸好沒有 如果不是過來看山火 好慘 因為有些Calgary朋友 都會去關心 現在為何會這樣 看到那些相片 簡直是煙已經很厲害 都希望今次的熱浪 快點過去 可以冷靜一下 Bank那邊的山火 不要燒那麼熱 因為那邊真的很漂亮 希望大家在那裡玩得開心 我也有朋友正在去 其實他都很擔心我會遇到山火 你不懂的 剛才為何趕走那麼遠 為甚麼 為甚麼 為甚麼會趕走Bank 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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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最重要的是現在五月開始 人們已經開始 說這個單位沒有冷氣 就不行了 幸好有冷氣 冷氣 暖氣 雙火 熱水 那些會所 全部都包在灌力肺裡 我已經把這些 所有資料 全部上載到我的網站 今次的網站 名字是 carriequite.com slash towerfree t-o-w-e-r-free 想要很久 想放City of flowheat 又太長 它有個简寫 3 3 那太少了 你喜歡放甚麼 不要 這樣會容易 Towerfree記住 Towerfree 上面有了我們的4pan A-Kit 即是發展商的 我亦都放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 如何去介紹它的樓盤 重點下面有Pricemark 將來有個中式超市 亦都是第一個形狀的樓盤 下面有grocery stores 這個Pricemark 概念超市 好像預計今年的年尾 還是明年的年頭 開幕已經簽約了 需要一些時間裝修 顏色有兩種 一個是Polish White 我有拍過影片 Let's go here 大家可以看看我之前 City of flowheat 大概一年多 我的頭髮這麼長 肥嘟嘟 這些顏色有點不同 Anyway 大致上可以看影片 去感受一下 它的建築和整個樓盤 是怎樣的 因為現在show home 我不太肯定它還開不開 但總之 因為第一批 大家想收拾便宜的筍盤 拿到早些單位的話 它是未有OP的情況下賣 變成你是沒辦法 上去建築看現樓 只能夠看4pan去看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個影片 如果你說已經想得很清楚 很想快點去買到的話 也要做好 因為它很快就結束了 兩三個月 所以就要做好 跟Carry聯絡 現在的時間線發展商 是說是 未來兩個星期內 就會開始可以安排單位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盡快幫大家找到心意的單位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拜拜 好長氣